欢迎收看股市热炒店 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们欢迎林玉凯分析师 老师好 Coco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你跟他怎么没有一起讲投资不断线呢 投资不断线 因为我在活动我的股市 看这个怎么接线 好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呢 就是大家很想要知道这个关键K棒到底是谁 我们要教大家筛选强中强的股票是反攻喔 而不是反弹对吗 是 好那要怎么来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回顾一下 好 因为其实在台股这一两个月以来的表现 确实不是尽如人意喔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大家会看到自己的股票账户 可能就开始挨声谈起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多了前面那一根棒子呢 对对对对 好其实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 就是股票表现不如一期 盘式表现不如一期 都会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决策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你的股票是持续在破底的 甚至是压在月线季线之下的 他很直接的就叫做弱势股 那么不论未来台股的行情是如何表现的 也许他会重回一万五千点 也许他会重回一万六千点 一万七千点 或者他会续跌 怎样都好 你可以发现下面那一行 他的下场都非常惨淡 重回一万五 重回一万六 跟他有没有关系 没有 他最好状况就是不跌 不跌就是他的最佳状态 那甚至他是有可能破底的 老师那为什么重回万七的时候可以跟涨呢 因为重回万七的话台股已经涨了三四千点 他那个涨幅空间累积够大了 那个时候是不论什么 阿猫阿狗全部都会涨 对99%的股票都会上涨 对那但是如果你是跟涨的 基本上你的涨幅也不会太大 可能别人涨一倍 你涨两成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的股票原本是杀个五成 涨个两成也不足以让你解套 但是如果是续跌的话 那你要担心喔 当心喔 对他有可能是持续破底 或者是下市 这个在以前其实历史经验都发生过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能够勇余的痛定思痛 把它换成强势股的话呢 诶我们看到重回一万五千点 他会涨 重回一万六千点他会涨 重回一万七千点他飙翻了 就算是续跌 强势股的特性就是如此嘛 是 我可以抗跌 我也可以继续向上攻 所以现在我就是要舍得一点 把这个弱势股换掉 换成强势股 就是要舍得 好 对其实我常常跟人家讲 就是说 操作股票 是一件没有道德的事情 什么意思 对 因为其实我们讲在 我们对待自己的另一半 对待自己的伴侣 我们想说我们要从一而终嘛 没错 但是对待股票千万不要从一而终 你要越扎越好 蛤越扎越好 对你觉得他不对就换 就换 对一夜情都无所谓 隔日冲嘛 隔日冲最深 所以就是要这样子 你对待操作 你一定要越扎越好 扎就对了 好 那怎么来看呢 我们先看一下台股大盘的表现 到底是哪些关键K棒 好的 如何去挑选现在 强势股当中的强中强 那你就要先找出台股的关键K棒 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想当然而 上个礼拜一的那一根黑K 一定是台股的关键K棒 为什么呢 跳空 对 跳空是一点 再来 礼拜一 上周一 它是跌破今年的最低点 7月12号那一天嘛 那一天除了是今年最低点之外 它同时也代表了国安基金防线 所以上周一的这根K棒 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台股的关键K棒 对 那关键K棒呢 我们来看接连都还有连续破底的一个表现嘛 所以我们连续看四根 就看四根K棒 好 所以说我们来组合成一个4K的选股原则 是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挑选股票既然叫强势股 一定要强于大盘 什么样的股票叫强于大盘呢 第一个台股在那一天大跌破底 你总是要不破底吧 嗯 才是比大盘强嘛 嗯哼 那第二天呢 台股小涨 那天是小涨48点 是 但是如果说你要强于台股 你不能也只跟着小涨哦 你至少那天涨的要比前一天多 嗯 也就是说你第一天跌没关系 跌不要破底 嗯 第二天你要涨 而且涨 你要涨的比昨天那根KK还多 嗯 对 这是第二个条件 好 那第三天呢 台股又继续破底了嘛 那天又跌360点了嘛 但是真正的强势股 你要守住前面两天的低点 嗯哼 对前面两天 我只要把这个低点守住了 哎就表示说你已经不简单了哦 对 第四天台股涨68点 那那天你说 我不用到表现非常好 可是少说你要涨3% 至少3% 至少涨3% 或者你要创波段新高 还要真的找到这些股票吗 对对对对 那当然4K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选股原则 嗯 所以如果我们稍微宽松一点的话 你至少四个条件符合三个 好 至少四个符合三个 好 好那我们来看几个范例 好 也算是推荐给大家几个股票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 先看联电 对先看联电 联电呢其实在今天的表现虽然它很强 对 但是它就是一个死喵跳 哈 真的是死喵跳 真的是死喵跳 其实为什么讲是死喵跳呢 就算联电给你继续涨 第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39块40块那边 有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的 似乎有一条隐形的线在那个地方 有 因为股价在那边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位置就是联电过去几个月的最大套牢区 所以当你一旦往上涨 涨到39块40 很容易就遭遇到卖牙 嗯 再者那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同时也会遭遇到月线跟季线的反压 有 是一个技术线的反压 所以联电再往上空间就相当有限 它就不符合所谓强势股的要件 那我们直接来看成功案例 首先宜特 这个是半导体的相关厂商 宜特呢其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基本面好了 好 因为它其实订单满到年底 我认为这是它最大的优势 今天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创新高的 有 对 它昨天是创收盘下新高 今天是创新高 那往回推几根K棒 有没有发现 它切切实实的伏K 我们刚刚讲到的4K原则 对 然后呢一路一路一路往上 有没有发现它都守在月线之上 有 扎扎实实的强势股 嗯 你会发现它在这三个交易日的表现都相当凌厉 嗯 对那刚刚稍微漏讲了一点 如果说符合4K原则的股票 能够再搭配一些 比如说法人的买钞也好 或者说是基本面的利多 我认为会让你的胜算更提高 像宜特这个订单满到年底 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好那来看一下下一个新胜利 好新胜利这档股票呢我们来特别介绍一下 今天亮灯涨停很漂亮对吧 嗯 除了它符合4K原则之外呢 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主要做电动车电池的厂商 那它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它被市场呢 稍微封为小AES 小AES 对其实AES它在去年非常非常的强势 最高点甚至来到2015元 如果没记错的话2000块了 一个EPS30块的公司 能够来到2000块这样的水准 哇这个去年这个堪称是市场楷模 嗯嗯 好那新胜利当然它的获利能力 没有到AES这么强 但是今年赚3块 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那如果说在去年这种光景之下 呃AES能够涨到2000块 也就是说新胜利 它如果这个获利摆在去年 它也是有200块的水准哦 这么多啊 因为1%的EPS嘛 嗯 我们就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比价 好那换到今年了 当然时空背景不同 今年台股也不同 今年的AES坦白讲也跌很多 嗯 可是它再怎么跌 2000多块跌跌跌跌跌跌 它也还值六七百块 嗯 它最惨最惨都还有600多块 嗯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今年能够赚3块钱的新胜利 没有能力到达60几块吗 可以耶 10分之一 嗯 对所以难怪今天新胜利 在4K原则 找到一个立足点之后 今天直接就亮灯涨了 是的 这是新胜利 然后再来是东哥游艇 哦 东哥游艇这档股票呢 就是讲到熟到不能再熟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讲游艇业哦 不论说整个市场环境再不景气 永远都会有这些奢侈品的这个需求 东哥游艇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你说金融海啸也好啊 任何的经济环境的衰退也好 只会造就更多的有钱人 哦 对穷人越来越多 有钱人也越来越多 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往M型化 都没办法财富重新分配 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要想了好不好 除非核弹第三次世界大战 否则很难啦 我讲真的我个人认为是很难 只会越来越M型 中间人越来越少 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所以说奢侈品将会是未来几年 非常主流的一个这个潮流之一 是 好那我们看东哥游艇 其实如果你把它拉长一点来看 看今年的K线 这次它没办法拉长 可是你会发现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次 跌破季线或者说拉回季线 就是它最好的买点 那就表示说今年的开红盘二月以来 东哥游艇不论今年台股多么艰困 都能够一路沿着季线往上涨 对 直到现在季线都从来没有被真正跌破过 对啊 对那甚至在八月份还创历史性高嘛 好那这一波同样也是一样的哦 东哥游艇有没有符合我们刚刚的4K选股原则 完全有 其实是有的 嗯 其实是有的 没有跌破今年低点嘛 没有 隔天马上有一个红K吞噬 对 接着第三天又没有再破前两天的低点 是 第四天直接创新高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交易日 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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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东哥游艇 是的 对那东哥游艇当然它自己本身也很争气 哦 今年原则上是大赚啦 订单都已经满到后年去了嘛 哦 那其实 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哦 就是说有些人他会因为东哥游艇 他在七月八月的营收 都有一些衰退的现象 对 所以就觉得说这家公司 基本面是不是没有这么好 那你错了 哦 因为他的产品属性是这个样子 他一艘游艇动辄是一千万美金起跳 嗯 三亿 哦 那因为他是卖的是 非常非常高单价的商品 所以说他的量就是少的 嗯 那既然是量少的 就有点类似像 呃 营建业这样的概念 嗯 对我今年可能不推案 对 我的营收就很少 我明年推案我可能 我在第一季 营收就暴冲 嗯 但是那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营收暴冲 它并不是像电子产业一样 你可以很实际的去看他营收的增长跟衰退 嗯 东哥游艇这种产业的营收表现 嗯 并不代表说他公司真正的基本面反应 嗯 只是代表说我今天我的 呃 游艇的收入我要认定在哪一个月份而已 哦 是这样子 对的 因为他的单价少 我有可能一年我就只卖个五艘游艇啊 对 那我是不是有可能 五月很好 六月很烂 对 七月很好 八月很烂 对 但是并不影响说这家公司好或不好 嗯 所以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 游艇的产业 嗯 对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从营收的角度去看待 东哥游艇的话 其实你反而要看整年度的营收 哦 或者你要去看他的毛利率有没有提升 嗯 其实我在讲说东哥游艇有很重要的概念 毛利率的提升 因为现在呃从去年前年开始 很多的进口车 嗯 因为缺晶片 欧洲那边可能产不出来 嗯 又这个什么又塞港啊 又缺贵什么的 所以很多的车子反而在去年 今年都是要加价买的 嗯 你想要插队你想要提早拿到 你就加钱 嗯 那我认为东哥游艇 他也具备这样的特性 嗯 因为他一艘一千万美元的游艇 他本来服务的就是金字塔最top的这一群人 对 对能够买三亿游艇的人 绝对不会是我这种身家有四五亿的人 也不是我 对对也不是你 对至少我身家十亿以上 我才会去买一艘三亿的游艇 对 对那既然已经是金字塔这么顶端了 那么我今天坦白讲加个五百万一千万有差吗 没差 就小我们的五百块啊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会是东哥游艇 他一个附加的价值 嗯 对所以东哥游艇这档股票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很看好的标定 也符合4K原则 那我可以呢 就是所有的奢侈品都这样子看吗 就看整年度的营收表现 呃要看 要看东西 比如说你是卖包包的 哦 卖包包当然我每个月的量就相对稳定嘛 哦 我也许LV包我每个月就是卖出两千万个 对 但是我下个月衰退到一千五百万个 那就不对劲 那就是衰退 嗯 你是这种非常高单价的东西 例如说是Lamborghini 嗯 对做超跑的这些的 对我觉得你可以用东哥游艇这样的概念来看 嗯嗯嗯好 那想要知道你的股票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呢 就把老师的4K原则摊开来看就知道了 而且老师这4K原则是不是就要好好把握上个礼拜的那一周 没错 那之后如果说再也很难就使用到这个4K了 对 你要好好趁着上个礼拜有这样 这样子的关键K棒出现 我们来做一个筛选 那当然如果之后又有 类似这样子的选股的方法 那就等到下一次 我们再来热炒店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是的 所以呢时间点真的抓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一集如果看不懂的话再回去看个十遍吧 那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半准时 在YouTube上面所播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荧幕上就是老师的LINE AT有任何新的资讯 欢迎大家都可以持续的追踪老师来询问老师问题哦 那我们今天谢谢凯哥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